美国顶尖专家指责中国不遵守规则 破坏了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 美国还有招吗 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 我是傅前哨 近日美国鹰派前白宫中国问题专家 白邦瑞在牛津大学的一个公开论坛的讲话中表示 中国违反了太多美国构建的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 而这些规则在全球范围内已经被默认了长达百余年 白邦瑞认为美国成立200多年来制定了大量的国际规则 为全球稳定发展电竞的基础 由于中国不遵守美国制定的规则 导致了所谓的全球秩序混乱 也导致了西方中心地位受到质疑 白邦瑞眼中合理的国际秩序就是一个塔形结构 美国是全球利益分配的塔监 西方国家是下一层级 而中国则是塔基 美国人号称这样的规则设计 是为了确保世界市序的稳定 也就是说中国主要负责创造财富 西方国家负责享受财富 而美国则可以掠夺财富 白邦瑞认为美国构建的这种全球规则 已经被世界默认了上百年 而中国的崛起正在全面挑战美国制定的规则 这是美国无法接受的 我们经常能听到美国人说 要维护基于规则的次序 但是大家可能不太理解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次序 实际上美国要维护的 就是基于美国全球霸权的规则和次序 这些规则在某个历史时期内 可能有促进全球经济繁荣的作用 但是其最大受益者 应该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那么美国希望中国是什么样子 其实很简单 就是在全球范围内不得挑战美国利益 在全球的利益店中 不得抢占美国的地位 甚至成为一个简单的财富创造者 而不是享有者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 美国必然会维护它的几个霸权 第一 全球军事霸权 特别是海洋霸权 拥有了全球军事霸权 它就拥有了塑造国际秩序和环境的能力 军事霸权是美国现有的国际地位的基础 特别是美国海军和空军的强大 使之拥有武力干涉全球事物的能力 也就是说 美国想一直拥有塑造国际秩序环境的能力 但是面对中国军力的不断增强 特别是中国海军的驻步强大 美国的海洋霸权也将会相对衰落 不是说美国海军没有过去强大了 而是其他国家会变得不太在意美国海军的强大 第二 美国还要维护它的全球金融霸权 美元霸权和石油霸权 这是美国在二战后打造的收割全球财富的一套工具 美国通过不断的发美债 超发美元 通过金融手段向全球转嫁危机 现在欧元在逐步崛起 而中国也在力推人民币的全球化 这些都是美国难以接受的 第三 美国还拥有在高科技高端产业链方面的控制权 美国人想在武器装备研发领域拥有绝对的优势 在太空科技 生物科技 半导体 通讯 互联网等等领域拥有绝对的优势 那么美国为什么一定要打击华为 就是因为华为破坏了美国在通信领域的优势 但是中国的崛起 又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中国的崛起将会挑战美国的规则 这个是美国人避不开的 中国将会用人类命运共同体来挑战基于军事霸权的美国规则 美国用军事霸权塑造对自己有利的国际秩序 但是中国用一带一路这样的互利项目来塑造新的国际环境 正是中国力量的出现 让很多国家发现了不同的发展模式 也获得了相应的发展机会 而这一切都将冲击美国的全球影响力 这也就是美国以及某些西方国家 举手对抗一带一路的原因 但是由于社会体制的差异 美国现在没有办法拿出有效的应对手段和措施 第二呢 中国现在在追求高科技产业的升级发展 其结果必然会打破西方对高端产业链的控制 中国现在是全球产业链最健全的国家 未来必然会冲击以芯片制造为代表的高端产业链 这类附加值高的产业 为美国创造了大量的高新就业岗位 一旦中国在未来几年内 在高科技领域获得成功 世界制造中心将进一步向中国转移 这也是美国难以接受的 第三 中国还将塑造更加公平的国际贸易体系 成为全球贸易的新中心 中国现在是15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而美国只是20来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国 这也是美国非常难以接受的 但是事实摆在那里 你不接受也没办法 所以中国崛起的本质 就是要创造更符合人类发展的国际秩序 这必然会挑战美国一百多年来 所打造的基于自身利益的规则 白邦瑞的话 证实了美国发布印太战略的目标 也就是在中国周边塑造维护美国规则的 所谓国际秩序 但是由于中美两国对国际规则的理解有差异 美国原来的那一套越来越玩不赚了 这恐怕就是大势所需 好 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